來 歡迎收看台股龍捲風 獲利向前衝 今天是10月19號 禮拜四 那當然 進入到本週的下半週 重要大事準備要發生了 早上公布的Tesla的財報 其實沒有很好 所以Tesla的電子盤 是在做一個回檔修正 所影響的台股相關概念股有誰 緊接著今天下午的台積電法說會 三種情境 是哪三種情境 美國的晶片法案禁令不斷的擴大對於台股的利多以及利空又是如何 這就是今天節目內容的重點喔 余思文看電腦畫面喔 今天比較抱歉一下 特殊啊 因為徐老師今天下午要去做健康檢查 那因為下午剛好那個排定的那個時間 要做健康檢查那個時間是我要錄影的時間喔 所以被迫要提早錄影 本來想說這個行情大概就是相對的一個震盪整理 但是我覺得說有些要該跟投資朋友分享的東西喔 我覺得還是要先分享 那不會影響到未來這個行情 所以你可以放心 緊接著現階段到底該觀察什麼重點 於是美股怎麼了 台股該怎麼辦 美國來講的話當然就是 美國的一個晶片法不斷的在做一個擴大的動作 那主演已經跟投資朋友稍微提醒到了 但是反映到台股的結構是什麼 於是我們稍微來看一下 美股之前看什麼 美股之前看VIX指數 VIX昨天是大漲的 所以美股會幹嘛 美股當然就是回檔修正啦 對不對 但奇怪的是美股在回檔修正之際 為什麼台股有辦法目前是開低震盪 在平盤附近做震盪整理 所謂何事 我昨天節目明確跟投資朋友預告過囉 昨天的行情是要幹嘛 去下殺取量 成交量衝到G的平均量之上 對於多頭就是絕對有利的 為什麼 代表有人賣以及有人買嘛 果不其然 昨天的收完盤之後的晚上出現什麼結果 融資餘額再做一個下滑 再做一個減退 代表有些人不耐久盤 被迫停損在相對的一個低檔 會不會是絕對低點 要觀察今天的台幣走勢 要觀察今晚的美股走勢 以及台積電的法說 於是再去觀察 跟台股比較有關的是什麼 NVIDIA的個股 主要是下跌 NVIDIA主要下跌3.96% 美超維 美超維主要也是下跌的 美超維主要下跌多少 我們來看一下喔 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就直接用Google去做一個搜尋的動作就可以 因為有些個股喔 看盤的軟體它可能沒有 但是你直接去Google搜尋 你就打美超維 主要是下跌的4.53% 所以針對於AI的組裝概念股 主要是上漲比較多 還是下跌比較多 下跌區多嘛 因為打晶片法案的擴張嘛 所以NVIDIA往下跌 美超維往下跌 但是喔 你去看喔 3231的偽創 目前 昨天的低點有沒有跌破 沒有跌破 6669的 微影昨天低點有沒有跌破 微影昨天是低點是跌破的 2376的技嘉 昨天低點也是跌破的 2382的廣達 昨天低點也是跌破的 所謂合適 微影跌破昨天低點之後 盤中瞬間往上拉抬 微創昨天是沒有跌破低點的 昨天節目有沒有跟投資朋友報告 以及細製財的概念股 昨天指數大跌201點 全市場誰會跟你講 誰會跟你分析四星 我等一下給你拿證據 我今天有帶PPT來 雖然是提早錄影 還是有PPT 昨天的四星 是不是回測到季線的位置去的時候 徐老師公開跟投資朋友講 我講什麼 如果是以多頭行情來看的話 針對於在四星 每一次的四星 回測到季線位置去 綠色這條線 他就往上攻 每次回測到季線 綠色這條線 我現在給你用黃色的 每次回測是不是就往上攻 回測就往上攻 有的時候會小小的跌破 還是一樣往上攻 所以昨天是不是請你留意四星 今天四星有消息喔 今天細製財有消息喔 所以早盤要開低 馬上震盪往上拉 細製財的概念股 全部都會往上漲嘛 四星往上拉 M31往上拉 創意在震盪 艾普在震盪 那為什麼 智原會往下跌 昨天我們智原在做什麼動作 在調節對不對 所以我常常跟投資朋友講 我們的節目要當成是連續劇在看 你自然而然的慢慢就會知道 喔原來現階段的行情是反應成這樣 TESLA的概念股 公布財報不如預期 你看茂蓮喔 我之前跟投資朋友講 是不是打雙地 現階段是不是要挑戰季線的反壓 之前有挑戰過壓回 今天曾經一度挑戰過 目前是上癮線 技術分析你懂嗎 為什麼出現上癮線 但是同樣是TESLA的概念股 為什麼建核心 持續在探低 為什麼智茂持續在探低 而茂蓮在做一個打底的動作 同樣是公布 TESLA的財報喔 不好喔 毛利率也掉下來喔 毛利率掉下來是眾所皆知 因為他殺價競爭嘛 台積電的法說 待會怎麼觀察 下午怎麼觀察 半導體的設備 亞箱已經先拉了 加燈還沒有動 中砂也還沒有動 所謂合適 於是我們再來重新整理一下 兩天前的節目 我跟投資朋友報告 叫做正前換降 正前換降 此乃大忌 兩天之前許老師發現 細製裁的3661的四星出現快速回檔修正 以及CPU的概念股出現快速回檔修正 我跟投資朋友講 這個行情要回了 兩天前 就出現快速下壓 而昨天去拉CPU 今天拉細製裁 昨天拉的CPU 今天換到新通去 新通盤中快要 等到漲停板喔 上全也沒有跌 昨天先拉 先旺上攻了 滑星光金也沒有跌 獎吧 獎上億的股票 645億的訊星 今天旺上漲 就CPU的概念股 如果是雙主流 細製裁和CPU同步的旺上攻的話 勢必 行情就有機會做一個震盪主題的一個動作 再加上昨天出量 今天應該要幹嘛 今天要量縮會比較好 於是 我們來看一下 跟投資朋友分享 今天學老師的看盤技巧 每一集的節目 你要當成是連續劇再看 因為每一集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尤其現階段的國際股市喔 一直不斷在變化 美中的晶片戰 它其實並不是第一天開打 其實早在川普之前 就在做了 川普的主要的目的是要幹嘛 要降息啊 它是房地產大亨嘛 所以那時候打美中貿易戰 是不斷開始不斷降息 造成美股做噴出 那現階段的美中的晶片戰 是它所謂合適 拜登他就是要打壓 而且是往死裡打 往中國那個地方打 那對於台灣的半導體 或者台灣的細製裁有何影響 我今天會有一系列的報導 所以我的頻道 你要把它訂閱起來 並開啟小鈴鐺 LINE AT你要有 因為我會跟你分享 美股我的看法 因為美股對照到台股 它都會有影響 因為台股就要前提的行政市場 所以QR Code把它掃描掃進來 那如果是不會使用QR Code的沒有關係 在我的頻道的下方 我會貼連結的網址 你就點進去 你只要有LINE這個軟體的話 基本上可以到我的LINE AT裡頭去 早在10月4號 也就是在月初的時候 行情提到16203 我說你不要怕 因為這叫沒有碰過的利空 所以稍微反映一下 10月4號禮拜三同一天 我說我們手上股票望上漲甚至大漲 更不用擔心 果不其然國慶年假之前 10月5號開始往上拉 10月6號開始往上拉 國慶年假前先拉兩天 國慶年假之後再漲兩天 叫做馬照跑五照跳 是不是又如我們的預告了 是不是又命中了 漲到禮拜四之際 我跟投資朋友講 開始要留意量價結構了 必須要站上G的成交量 叫31411 G成交量跟G的移動平均線 跟平均線一樣 它的數字會變化 但它變化的幅度 不會波動那麼大 大概就是維持在 比如說3000億左右 所以你要佔上3000億 果不其然 10月13號禮拜五 成交量只有2986億 不足記的成交量 什麼叫往下修正 禮拜一還是一樣 不足記成交量 往下修正 來到了禮拜二 每股是大漲的喔 開高震盪走低 沒有成交量還是往下修正 對不對 直到禮拜三 我跟投資朋友講什麼 補量 一大早昨天跟投資朋友講 當時一開盤只有1900億 燒彎物照 9點39分 再跟我的會員講 下殺取量 昨天是連三波的往下殺 把成交量逼出來 逼出來之後 指數還往下跌 沒有下影性喔 但是把融資餘額給洗出來了 所以昨天出量 果然就是殺融資 但是今天的看盤技巧 今天不移直接往上拉 為什麼 因為你昨天 邏輯是這樣子喔 昨天的散戶殺出去之後 今天照正常的邏輯 他是不敢買回來的 不敢買回來的情況下的話 成交量他一定會縮 但是大戶他敢不敢買 大戶他比較沒有這樣的疑慮 所以大戶敢買的情況下 市場上永遠是八二法則嘛 大戶敢買 散戶不敢買 行情他就會直跌回穩 那你去觀察今天系制裁 世心他在動 是不是大戶就回來了 很明顯的道理啊 他每次都是玩這一套 但是你要有辦法去分析這個邏輯 那這個行情他每天會變化 但是邏輯他不會變 稱之為龍捲風操盤數嘛 行中有一把指的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現階段是不是規劃 細資產 CPO雙主流缺益不可 今天兩個主流都有在動喔 但你等一下看手腕盤 看你到底是怎麼樣 但預計來講的話 今天世心其實是利空喔 他有利空喔 我再來給你看 但為什麼有利空他不跌 首先就講過啦 所以我常常跟投資朋友講 現階段的操作邏輯是十檔換一檔 最近行情在正 很多人股票不知所措 我講的白話一點 行情在正 絕大部分的股票是下跌居多 無可否認 無庸置疑 我們的股票也是有些在套牢 也不需要遮遮掩掩掩 有的時候避不開來 真的避不掉 除非你把它全部賣掉 反手放空你才是對的嘛 但是我們並沒有這樣子做 這個是需要改進的地方 但是往往當出現利空 或是重大的利空的同時 散戶不知所措的同時 往往他就有可能出現一個低點 但這個地方你要忍 你要稍微忍一下 操作的策略其實很簡單 就是集中持股 集中持股你才會好操作 將來行情震盪止跌回穩之後望上攻 你就想嘛 去拉一檔股票 比較好拉 還是去拉十檔 同時都拉漲停比較好拉 當然是一檔兩檔 會比較好動作啊 那有沒有這個機會 因為NVIDIA在跌嘛 美超微也在跌 TESLA也在跌 我們已經無所依靠了 現在怎麼辦 故國神山麻煩你 加加油 看看今天下午 有沒有辦法釋放出一個比較好的力度 所以今天要跟投資朋友講 三種的情境模式 以及最大的利空就是美晶片 到底對於台灣有什麼樣的影響 好好跟你分享好不好 好 於是喔 內外之抗美晶片令 對台股的影響 四好三壞 NVIDIA它這一步來講 因為它現在來講的話 我昨天已經有跟投資朋友分享過 它是進 NVIDIA 推到中國的閹割 因為閹割的它 想辦法繞道嘛 也推到中國大陸去 但現在拜登看到 欸不行啦 你這樣子還是有推到中國大陸 那我這邊來講 我安全可能會有疑慮 國防安全可能會有疑慮啊 所以我這個地方 我要再次防堵 就跟他們的晶片廠商講 那會有什麼樣的好處 因為它過去來講的話 閹割的部分是沒有COAS 它推到中國大陸去 那現在來講的話 它把中國大陸這個地方 防堵掉之後 原本 譬如說 這個組裝的部分也好 譬如說 之前的 這個2421的見準 曾經有提到 之前廣達也有提到 他提到什麼 巧富難為五米之吹嗎 那一集節目有沒有看 他說我手上有訂單 但是我手上並沒有晶片 好你試著去想 有沒有可能 今天來講 因為防堵了中國那一塊市場之後 被迫 我本來要出到中國那邊晶片 我可能沒辦法那麼容易的消出去了 那我晶片就拉回來 拉回來之後 有沒有可能因為這樣子 反而利空變成利多 有些組裝廠已經拿得到晶片了 有沒有可能這種情況 而且不僅是如此喔 回答他之前來講 為什麼會出現一個閹割板 為什麼會出現L40S的 代表他頭腦很靈活 黃仁軒現在頭腦很靈活 你防堵我這邊 除非你是技術防堵嘛 你如果是晶片防堵 你就是防堵喔 A100 H100 A800 H800 L40S 你把這規格寫出來 我再換一個規格就可以了嘛 那怎麼換規格 設計晶片的是誰 就是ASIC 叫做矽智材 所以反而對於矽智材來講 它會有利 但是對於部分的矽智材是不利的 我待會給你看 比如說世芯它是不利的 為什麼會不利 稍微一點點不利 因為它有部分的營收 是跟中國大陸它會有關的 所以你短線上來講 你對於中國大陸 出貨比重比較高的 它一定會有影響 但是中長線 就看黃仁軒先生 他有沒有辦法想辦法突破嘛 再去想一個方式 再繞道而行嘛 那到時候要防毒 明年再 明年到期了 一年一度嘛 到期了再說嘛 對不對 那受精明的產品就是比較低階的產品 但是呢 就是沒有 沒有COAS的 但對於COAS來講它沒有影響 反而對於COAS來講 產能它有可能出現一個舒緩的一個動作 所以COAS的股票有沒有可能變成錯殺 你就要去想想看 那是不是加速大陸 現階段來講的話 大概有30天的緩衝期 會不會先搶晶片 那搶不到晶片的 我用租的可不可以 台場是不是勢必受賄 所以很多東西一刀打下去 一刀是兩面的 你每股跌是跌這個情境 但對於台股來講的話 我們像尼秋一樣 我們搞不好可以鑽動 我們也可以繞道而行啊 但對NVIDIA會不會有影響 NVIDIA絕對會有影響 因為你要想辦法去突破啊 那你在想辦法的過程當中 你這個月 或是你在防止這個月 你自己營收就會掉下來啊 那你原本獨大的 有沒有可能被人家見縫穿針 AMD會上來 Intel會上來 那現在來講評估 Intel來講的話 可能也會在這次範圍之內 可能也會被禁到 所以接下來的行情你要去看 他怎麼樣發展 那你是我的簡訊會員 跟著我們簡訊操作就可以了 那現階段來講 摩根史丹利 大摩出來挺NVIDIA 這樣目標價 那雖然是下修 但是人看好 下修目標價 那昨天來講的話 美股旺下跌 賀皮書他講說 通膨還是太高 是不是 即消費力道之後 他還是講通膨力道太高 但是會不會鷹派的升息 這就有待商榷啊 對不對 你現在來講 你又打一個美中晶片戰 你現在是要全世界覆沒是不是 尾巴衝突沒有結束 俄烏戰搞那麼久 現在有尾巴衝突 然後開軍艦到以色列去 然後跟周圍的國家講 你不要想要打以色列喔 你去思考美國這種 這種模式 你可不可以接受 過去的金融海嘯 他就QE1 QE2 QE4EVER 不斷的印製鈔票 照理講印製鈔票 鈔票變薄財 對不對 他國家不是老大國 印完鈔票之後 通貨膨脹上去了 FED快速的升息 再搞一個戰爭 迫使所有的資金 又湧到美元 變成美元指數一直往上攻 我一直不斷印製鈔票 結果我的美元還越來越值錢 美國強大 強國的走勢就是這樣 所以很多東西 你慢慢知道大人他在玩什麼 大概就知道 有些東西你即便知道了 你也沒有辦法改變什麼 你唯有改變自己的操作策略 集中持股 十檔換一檔 對不對 那TESLA財報不好啊 那不好的情況下的話 現階段就看他的 Cybertruck有沒有辦法拉上來 然後他其實還有談到AI的概念股 Dojo的一個部分 有沒有辦法把這個拉上去 聽懂意思喔 好 那之前來講的話 跟投資朋友講這個美晶片的部分 見招拆招 這個我們就跳過去了 緊接著當然就是看台積電的一個法說 我看的是他的資本支出啦 那因為下市場上預估來講的話 可能還是會降到40 會降40億下來 然後明年來講資本支出可能會低於300億 我們就看他今天下午的法說會到底是如何 以及可能會有法人會問他說 那這個美中的這個晶片佔 這個擴大的話 對於台積電會不會有任何的影響 你就要去觀察 台積電來講 因為他上季法說會是提出來 目前來講AI大概是佔6%嘛 然後複合成長率是大概20% 那未來的營收會增加11到13% 就看這個數字會不會變化 就看他這個數字會不會變化 緊接著我們就來看喔 這個以巴戰爭 我之前跟投資朋友分享過了 每一次的法說會 台積電法說會都非常非常重要 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他講的數字都很準 好比是9月8號跟投資朋友分享 9月份的營收會掉下來 我要跟你講說他的區間 我不期然9月份移送會掉下來 為什麼會知道 是因為他的法說會提早預告 所以今天下午的法說會 所以今天下午的法說會 他講什麼 營收的預告是怎麼講 然後美中的晶片站 AI他到底是比重是佔多少 會不會有一些出路 就是今晚的重點 那但是來講大摩他其實已經先搶先 搶先爆了 我幫你把它整理出來 他是壓75% 台積電會往上漲 他現在壓我們就看嘛 如果台積電往上漲的話 對於指數來講的話 他絕對就是一個利多 摩根斯丹利來講的話 他講說 目前來講的話 晶圓代工的這個利用域 已經引出下半年的庫存去化了 那部分的晶片 甚至出現一個缺貨的動作 預計科技去通膨 加上A氨半導體需求 揚升的大趨勢來講的話 還有可能變成一個上升的一個循環 那當然來講的話 他會有一個情境 會有三種情境 發生的機率 中間的話發生機率是最高的 就是計增10% 毛率在52到54 你就看喔 假設他出現這種情況的話 上漲的幾率 上漲的趴數是2% 那如果是更樂觀 第四季的營收是計增10% 毛率衝到53到55的話 就52到54 變成53到55的話 會強勁上揚 是漲5%喔 這大魔講的 所以你就要觀察他今天到底 這張圖你把它print起來 或是到我的iSTAC 168 到我的頻道裡頭 會到我的light裡頭去 你就會看到 好不好 我要把照相照起來 緊接著 外資喊四星到3270 只有兩天前 一喊就往下跌 然後字元喊到457 然後你看我們怎麼做 利多當然是先出啊 但是你去看 你看四星 從1970到2165 一個大波段 兩天兩根漲停板之後 持續往上攻 然後一直漲漲漲漲漲 漲到創歷史新高 最近兩天是壓回 昨天是節目上 跟投資朋友講 我把它截圖截下來 回測季線嘛 對不對 所以今天來講話 是不是就往上攻了 那如果是說四星 它可以質穩的話 對於心理層面 會有很大的幫助 除了對於細緻 才會有很大的幫助之外 還有什麼 因為它美中的晶片佔 對於ASIC來講 世新波及其實是最大的 對於創意佔無影響 力望影響不大 金星科來講 目前AI人處發展階段 他就沒什麼影響 他怎麼會有影響 M31來講反而是受惠的 所以今天M31也強 所以對於世新 照理講 他是處於劣勢的 但是他卻開低震盪走高 對於M31他是好的 M31直接往上漲 代表他利多有反應 利空不反應 變成利空噸化 所以你要好好去觀察 所以現在目前來講 初期研判可能會 影響的幅度沒有那麼樣大 但是即便是如此喔 你智原你看喔 你要壓回才買 9月27號跟投資朋友分享的 跟安某有關 然後是不是開始慢慢往上攻 那股票你要記得喔 有買有賣才可以當贏家 一個波段上來之後 昨天禮拜三 是不是資金進行一個回收 是不是也給你看過 抗訊了 所以你看今天智原 讓你看世新上去的 有沒有一來一往就差很多 同樣是細製財 有些上有些下喔 那你要怎麼做 那你再看創意 打低下請你們留意 公開預告 給你看簡訊 是不是開始往上攻 還拉漲停 還往上漲 對左邊比照 真空量真空價 是不是就上去了 那上去之後咧 記得有買有賣才是贏家嘛 所以禮拜上面先出一半 那今天你就要觀察創意喔 因為世新上去了嘛 你就觀察創意 今天來講的話低點有沒有辦法守穩 搞不好創意 這個是地方是不是有個高點 這個地方是不是有個頸線 搞不好震一震之後 他又往上去 又往上攻囉 偽創 我跟投資朋友講 100到110 他就是壓力區嘛 是不是打低下來 那昨天拉尾盤 我是不是跟投資朋友講 反而是看偽創的影響不大 所以緊接著就看偽創 今天偽創 相對的低點 他並沒有跌破昨天的低點 目前盤中 那就要觀察他到底守不守得住 守不守得住 他代表一個現象 並不代表你可以馬上進去買 你要再觀察 後來的法人他到底如何評估 那最主要的還是看今天台積電 到底怎麼講嘛 那法人 國家隊他勢必會在這裡頭 距離選舉就剩三個月喔 藍白到底合不合 對於現在執政黨到底影響會多大的選情 選舉的是這種事情喔 我們大人在玩的我們也搞不太清楚 但是股票可不可以做 你看CPU概念股 講完之後講多久了 光電周在一起講多久了 是不是就上去 華星光 迅星 聯軍 聯亞 都有壓日期啊 迅星光環 華星光是不是就上去了 然後華星光不就持續上 今天CPU拉到誰 拉到星通啊 他一直在輪漲 所以細緻財和星通 他是雙主流 博通上去之後 跟誰會有關 跟鴻海又有關 這是誰 就是6451的訊息嘛 講爸的股票啊 是不是就上去了 現階段的行情 他震盪是在所難免的 但是這個行情是利用 不斷不斷眾多的利空疊加而成 短線上比較可惜 必要之二 必須要殺融資 那融資來講的話 殺出來之後 籌碼只要進行的一個清理 符合的動作 籌碼面趨於穩定的情況下 即便是基本面再差 你籌碼面一旦轉加 連股票他都有可能軋空了 何況是很多的概念股 很多的股票他確實是有基本面的 11月份 他就要公佈第三季的財報 很多的股票營收上來之後 台幣在貶值之後 他自然而然會有匯兌的收益 EPS就會衝上去 該漲的他還是會還給我們公道 利用震盪行情 加強做集中持股 十檔換一檔的動作 籌碼說哈專案 直到本週日喔 要好好的把握行情震盪之際 去做一個換股 不會操作 如果認同徐老師的理念 有需要我們這次專案的人 可以速播02-2542-355 或是在頻道的下方 填寫連結表單 感謝你的收看 明天見囉 掰掰 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